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领袖节目 今天的第一则新闻 我们将探讨何立峰在中国政治中的影响力 他的地位似乎超越了李强、丁薛祥和刘鹤 成为习近平的得力助手 接着我们将关注拜登即将对美国原住民社区的正式道歉 这不仅是对过去的反思 更是一个新的开始 旨在修复历史创伤 最后我们将揭开亿万富翁马斯克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的秘密联系 这一切将如何影响美国的政治局势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今日华尔街报道 何立峰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展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影响力 甚至超过了李强、丁薛祥以及刘鹤等重要官员 何立峰以其独特的政治智慧和对国际事务的深刻理解 逐渐成为习近平身边的重要顾问 他的能力不仅体现在国内政策的推动上 还在于他能有效地与国际社会沟通 提升了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形象 此外 王岐山的亲和力、汪洋的幽默感 以及无疑的独特魅力 也为中国的外交活动增添了不少色彩 展现了中国领导层的多样性与灵活性 经济日报指出 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于11月4日至8日召开会议 届时将揭晓财政刺激政策的细节 总理李强强调 要持续推动一系列增量政策的落实 以应对当前经济挑战 内地存量房贷利率下调的政策启动 预计将为借款人节省约1500亿元人民币的利息支出 这一系列措施的推出旨在激活国内经济 促进消费与投资 确保经济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保持稳定增长 今日华尔街还提到 《华盛顿邮报》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 做出了不支持任何候选人的决定 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与讨论 这一决策是该报自1984年以来 首次不支持任何候选人 立即引发了现任和前任员工的强烈反对 许多读者更是表示要取消订阅 尽管出版商威廉·路易斯表示 这是回归传统的选择 但外界普遍猜测亿万富翁杰夫·贝佐斯的影响力 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此次事件不仅引发了对媒体独立性和责任的深刻反思 也让人们对即将到来的选举充满了期待和疑问 明镜历史台报道 乔·拜登总统即将对美国原住民社区正式道歉 这一举动指在承认过去政府在印第安寄宿学校制度中 对原住民儿童所施加的虐待和忽视 这一制度强迫数以万计的原住民儿童与家庭分离 试图同化他们造成了深重的创伤 拜登强调 这段历史是美国最黑暗的篇章之一 此次道歉不仅是对过去的反思 也是对未来的承诺 提醒人们必须铭记历史 以防重蹈覆辙 这一重要时刻将在他首次访问印第安土地时发表 与内政部长德部哈兰德共同出席 明镜火拍报道 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的秘密联系 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马斯克最近全力支持特朗普 并在选举中投入了惊人的资金 这一切在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浮出水面 马斯克与普京的通话涉及多个方面 包括普京希望他不要在台湾启用Starlink的请求 这引起了美国国家安全机构的担忧 因为马斯克的公司SpaceX与政府的合作关系 令他的行为更加引人注目 随着选举临近 马斯克的政治立场转变 以及对特朗普的支持 让他成为美国右派的关键角色 并引发了对未来政治局势的深远影响 东方日报报道 特朗普与副总统赫锦利在非法移民问题上的 正纲形成鲜明对比 特朗普承诺将启动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行动 并计划将他们安置在大型集中营 甚至不排除出动军队 他还希望恢复拆散非法移民家庭的措施 并暂停接收难民计划 相对而言 贺锦利主张全面改革移民制度 确保安全及获得公民身份的途径 他将非法移民问题归咎于共和党的否决行为 强调双方需要共同努力解决这一问题 这场选举中的移民政策辩论 无疑将成为影响选民投票的重要因素 香港电台报道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应邀率团访问越南 与越共总书记苏林 国家主席梁强及总理范明正举行会晤 越方强调 越中两国革命事业息息相关 越南十分感激中国在其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给予的支持 承诺将对华友好关系作为对外政策的优先选择 双方希望在当前双边防务关系的基础上 深化务实合作 增进战略互信 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张又霞则表示中方院与越方共同落实 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 加强各领域的交流合作 推动两军关系的健康发展 在香港电台的另一篇报道中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 强调政府对青年发展的重视 施政报告中提出了一系列 旨在为青年人搭建更美好成长平台的措施 包括设立青年驿站和文化艺术交流空间 麦美娟在九龙总商会青年节活动上致辞 提到香港回归27周年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的历史意义 强调国家的繁荣与香港的共同发展 他指出 活动中策划了多样化的项目 邀请大湾区与香港青年通过音乐 舞蹈等形式进行文化交流 促进创新与融合 华尔街电视则聚焦于2024年 美国总统大选的最新动态 节目中提到 社交媒体影响力日益上升的杰西卡 李德·克劳斯 因其独特的公民新闻方式受到广泛关注 尤其在约翰尼·德普与艾梅伯·希尔德的诽谤案中 获得支持 与此同时 爱达河州即将举行的选举 将有包括副总统哈里斯和前总统特朗普在内的九位候选人参选 选民还需决定两项重要投票措施 《华盛顿邮报》宣布将不再支持任何总统候选人 结束了自1976年以来的传统 这一决定引发了广泛关注 尤其是在媒体支持候选人争议的背景下 《中方日报》 在美国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 经济政策成为焦点 现任总统特朗普希望延续其2017年实施的减税政策 主张维持社会安全福利和联邦医疗保险制度 并计划将儿童税收抵免额提高至5000美元 他还提议对进口商品征收10%关税 特别是对中国商品则高达60% 相对而言 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则明确批评特朗普的减税政策 使富人受益 承诺将对年收入超过40万美元的家庭不加税 并计划扩大儿童税收抵免 向每个孩子提供3600美元的补助 此外 他还计划提高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资本 利得税至28% 两位候选人在税收和经济支持方面的立场截然不同 展现出各自党派的经济理念 星岛日报 美国五角大楼近日批准了一项近2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 其中包括先进的地对空导弹系统和雷达系统 这是拜登政府任内第17次对台军售 显示出美国对台湾防务的持续支持 这笔军售的重点是NASAMS导弹系统 具备自动化侦察和火力分配指挥控制能力 以在俄乌战争中经过实战验证 能够显著提升台湾的防空作战能力 消息人士透露 该系统在太平洋地区仅有澳大利亚和印尼在使用 标志着台湾的防卫能力将得到大幅提升 进一步加强了地区安全 新州网 新加坡政府对李显阳关于拆除李光耀雇居的呼吁 做出回应 指出李显阳试图制造虚假的紧迫感 政府表示 关于雇居的去留问题 采取开放态度 考虑保留或拆除的可能性 李光耀在2011年曾表示 若内阁成员认为雇居不应拆除 他可以接受保留的决定 但必须进行翻新 李显阳声称父亲的遗愿是立即拆除雇居 政府则强调李光耀的意图并不完全如他所述 且许多新加坡人希望放下遗嘱和雇居问题继续前行 这一争议不仅涉及个人情感 还反映出新加坡社会对历史遗产和未来发展的不同看法 新州网 克里姆林宫近日对华尔街日报 关于俄罗斯总统普丁与SpaceX创始人马斯克保持秘密联系的报道 进行了强烈否认 称其为竞选假新闻 克工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 自2022年之前 普丁与马斯克只进行过一次中等长度的电话交流 内容主要涉及前沿技术 之后再无任何联系 他批评美国媒体在选举期间制造不实报道 称这些都是对手的策略 报道还提到普丁曾要求马斯克在台湾上空停止使用星链服务 以示对中国的友好 而马斯克在俄乌战争中的立场也经历了变化 东方日报 国家财政部副部长廖民在接受外媒采访时透露 内地近期推出的刺激措施旨在提振内需和实现GDP增长目标 政策的规模将相当庞大 细节将在下月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后公布 他强调 宏观政策的力度需要增强 以推动经济结构转型 并配合货币政策的实施 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网易 在苏州议员举行的闲上百年 议员会情无门情派艺术展演成为一场文化盛宴 吸引了众多观众 活动由是园林和绿化管理局主办 展演中 无门情派的艺术大师们用精湛的技艺演奏了经典曲目 让观众在古琴的悠扬声中感受到深厚的文化底蕴 展览展示了多件无门古琴珍品及相关文献 彰显了苏州在园林文化传承方面的努力 无门情派也因此成为苏州市的非移代表性项目 展览将持续至11月24日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